大三生活就这样在时而快乐,时而伤感中渐渐结束 挡在我们面前的师兄师姐们依然离开了 已经轮到了我们直面和青春的诀别 没有几个人再有心思谈情说爱,也来不及了 很多现实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容不得我们不去面对 其实也无非两条路,考研或者找工作 当然呢,还有一部分同学还在为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而胶着 书架已经与我们这些来年就要毕业的人们无关了 学校里安排了实习的人物 就是让我们每个人找单位去实习 算作一门必修课程 没有这个经历,无法毕业 当然具体操作过程学校是不管的 而且也管不了 最后交上一份有用人单位盖章的工作证明就可以 那时的我已经在学校办公室和校外公司兼职许久 所以不用到社会上再找什么实习单位 其实从大二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给外面一些公司做设计做动画 陆陆续续的也挣了一些钱 对于还在念书的学生来说,应该还算不少 事情经常就是这样 你花了很多时间想要做好的事情,始终没有起色 无心插流的经营,却经常说过累累 我之所以东一头西一头的掺和了不少事 只要是那些事啊,完全不会消耗我太多精力 占用我太多时间 我只当是生活的调剂,情绪的放松 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还是在画画,在写东西 那段日子里,我画了又一个像样的漫画故事 那年我大三 本来还想画一个大学系列 比如说,那年我刚来 那年我大二 那年我毕业 那年我失业等 可是直到现在 那年我大三也都没有发表出去 所以后来的这一个系列也都搁浅了 暑假结束之前,我回了趟老家 看望了一下爷爷和父母 家里一切都好 爷爷的身体也一如既往的硬朗 回去一共待了六七天 我就匆匆的返回了学校 紧接着,新学期开始了 又可以在校园里看见身着军训服的新面孔 稚嫩又新鲜 自从在学校办公室兼职之后 校方提供的办公室就成了我的主阵地 无论有事没事,我都待在那里 因为那里可以随时上网 随时查阅信息 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也可以随意的上网消遣,打发时间 我们办公室在信息工程系的二楼 楼下是一条校园小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时常会爬上办公室的窗台 一边抽烟 一边打量着楼下过往的人群 但那毕竟是学校的办公楼 明目张胆地坐在窗台上 而且一坐就是半上 确实有失体统 不过那种感觉太让我着迷了 屋里的音响播放着许位 在夕阳的余晖里 我坐在窗台上 眯着眼睛 散漫地看着楼下走过的男男女女 身上和这世界都被撒上了一层金黄 终于有一天 在这梦境般的迷幻中 我情绪爆炸 从窗台跳回屋里 坐在电脑前 流水般丝滑地敲打下这一步 十一万字随笔开头的那一篇 坐在窗台上的日子 这是我在这座校园里的第四个年头了 再经历一次秋冬春夏 这里便不会再有我的座位 一想到这里 我就满满地不舍 以前总觉得一年时间很长很长 现在却发现 他短得让人慌张